孫义珍结婚之后长胖了 和玄冰一起展开工作 周末再回爱潮团聚 孙义珍和玄冰结婚已经快要三个月了 时间真的很快 他们已经回到国内展开工作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 外媒称孙义珍已经转户籍到玄冰的家族名下 并且夫妻一起在公寓的爱潮之中幸福生活 孙义珍目前是和玄冰一起各自展开工作 期间有传出他疑似怀孕的传闻 但是之后被证实是假的 上图是孙义珍在近期拍摄的一组代言写真照片 怎么样呢 到底是不是感觉孙义珍有了一种婴儿肥的感觉呢 孙义珍明显已经长胖了一些 属于幸福肥辣 分开此前他们在一起的机场回国的照片 坐影状态之下的两人状态非常的好 尤其是孙义珍的状态 胖胖的样子有一种小可爱的感觉 和以前广告拍摄之中的他的气质一样 但就是婚后的孙仙长胖了 群兵也一样感觉更壮实了 身世风度仍旧是不减 如果大家感觉不出来 那么放出在结婚之前他们一起合体做宣传的照片 怎么样 这一下就感觉很明显了吧 尤其是当时的玄冰 当时的他的确是比较瘦的 结婚之后的玄冰变胖了变壮实了 同样呢 孙义珍也是如此 感觉女神气质与状态都没有变化 就是脸型和下巴呈现出一种幸福的婴儿肥 再看看以前孙义珍的照片 对比之下呢 你就会感觉到不仅仅只是实物可以改变一个人 随着时间与爱情的到来 在爱情的滋润之下呢 孙义珍胖得非常的明显 情人眼里出西施 这一对能从剧中的CP一路磕成夫妻 其实大家呢 也是最喜欢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的 尤其是在结婚之后 他们都已经开始长胖 证明他们夫妻的幸福生活已经开启 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了新的生活发展 另外咱们来看看 前几日玄冰出席某活动时的重脸照片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如今的玄冰在结婚之后 更显得成熟与稳重 更有一种绅士风范了 据玄冰的粉丝透露 他们夫妻婚后 暂时没有其他的计划 工作的时候是各自展开活动 但是周末一定会到爱潮之中相聚 然后过着低调的幸福生活 另外在此前 玄冰开着豪车接坐一站下班 当时的孙仙穿着棒球服 一次是夫妻一起到高尔夫球场练球 幸福就好 一直稳稳的幸福才是大家最希望看到的 最后期待他们有更好的消息传出 祝福他们 接下来内容更精彩 从李正载到赵银成 金明喜的前任都是男神 却恋上到22岁 已婚导演 金明喜曾说过一句话 我喜欢的男人最终都会爱上我 很多不熟悉金明喜的人都会觉得他在说大话 而对他有所了解的人会知道 他说的这句话一点问题都没有 金明喜的长相并不是一眼惊艳的类型 但是他被很多喜爱他的粉丝称为天生有物 美股天成的金明喜曾拥有过的男人 都是坐拥万千粉丝的韩国男神 而这些男神被他抛弃之后 还依旧对他念念不忘 李正在与金明喜结识于2000年拍摄纯爱谱的时候 那时李正仔还有一个已经相爱8年的女友 两年之后 李正仔忽然宣布分手 并与金明喜走到了一起 在一起之后 两个人的恩爱嗅到起飞 李正仔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 金明喜就是他的真命天女 并直言 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结婚的计划 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陪伴我度过一生的人 长相不俗 事业有成的李正仔 并没能留住金明喜短短三年时间 金明喜就把李正仔给甩了 声称 我觉得你并不懂我 这段感情让李正仔十分受伤 久久的不能从失恋中走出来 整日酗酒颓废不堪 让很多喜欢他的粉丝都很心疼他 他们和李正仔同样不懂金明喜 条件这么好的男友 金明喜为什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金明喜的第二任男神男友是李朱赫 他比金明喜小六岁 虎官深邃 还有八块腹肌 模特出身的李朱赫形体非常好看 小男狗与大姐姐的感情也没能长久 两人两年之后分手 虽然李朱赫和金明喜没有能走到最后 但是金明喜对李朱赫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分手之后的李朱赫转型投身演艺事业 虽然出演的角色总是男二号 还被圈内人戏称是万年老二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在韩语圈的名气开始越来越大 成名之后的李朱赫每每提起金明喜 对他的评价也都是正面的 对于李朱赫来说 金明喜永远都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金明喜是赵迎成唯一一个承认的女友 两个人在2013年的年初相识 在记者被拍到他们在车里约会之后 又有无数女粉丝的赵迎成 领着巨大的压力选择和金明喜公开恋情 然而国民帅哥赵迎成也没能驾驭住金明喜这批野马 一年半之后两人分道扬镳 赵迎成的失恋宣言十分出圈 我不懂女人 即使甩掉三个男神 金明喜在韩国娱乐圈的形象依旧很好 因为她的演技实在是太好了 能拿得出手的作品也很多 金明喜出道时的处女作叫做《朱舵景的那天》 这部戏的导演叫做洪上秀 洪上秀比金明喜大22岁 或许从金明喜出道开始就注定她与洪上秀日后会有一段与众不同的缘 金明喜在事业上的运气同她在爱情上一样 非常的不错 出道后的六年里 她拍的电视剧几乎都是韩国三大台制作播放的 就像开头说的 金明喜的长相并不是很惊艳的类型 所以即便是这六年金明喜挑大良丹女主 拍的电视剧不少 但是没有一部是现象级的 换句话说 她缺少出圈的作品 电影《热情似火》的上映让金明喜成了双冠影后 金明喜似乎是为电影而生的 在荧幕上稍微的寡淡的五官 在荧幕上就显得高级 金明喜拍摄的电影在各大颁奖典礼上欣少空手而归 金明喜最出名的一部电影叫做《小姐》 这部小众题材尺度极大的作品 让她一跃成为八冠迎后 按照常理来讲 这样一个艺术节燃燃生起的明星 前路应该是一片璀璨 但是 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后来的金明喜成了韩国娱乐圈 毁育参半的影后 甚至有不少人都叫她地表最强小三 2017年 金明喜凭借洪尚秀指导的《独自在海边的夜晚》 在柏林电影结封后 但是消息传回韩国之后 金明喜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欢迎 原因是出在金明喜的贵人洪尚秀身上 红尚秀比金明喜大22岁 已婚 并且与妻子的婚姻已经维持了30多年了 已经是有夫之妇的红尚秀 却与金明喜相恋了 2016年 还没爆出《两人这段不伦恋》 在韩国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 金明喜这是豪华大餐吃腻了 换口味了吗?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 其人都是男神的金明喜 为何会情定洪尚秀呢? 金明喜对于这段恋情颇有一些飞蛾扑火之事 丝毫不顾及外界怎么说 高调地秀着恩爱 洪尚秀的妻子指责洪尚秀离家出走 抛弃妻女的行为 但是她对于这段婚姻的态度一直都是不肯放弃 洪尚秀祥和金明喜结婚 却也是没有办法 金明喜放弃整片森林 喜欢上一棵老年树 这棵树还是有主的 这种行为我们都无法理解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 子飞鱼 安知鱼之乐 可能真的是碰到真爱了吧 要不打算感情 There is a caste在一个人越来越快了吧 也会有没有人越来越大量力